強烈熱帶風暴卡魯再度趨集日本沖繩縣 累計釀城兩死超過80人傷 執活超過700班機要取消 至於福島縣 部分地區錄德攝氏40度 創日本今年最高溫記錄 日本氣象廳在星期六下午 一度在東京錄德攝氏35.9度 福島市有39.1度 大阪府封中市有38.5度 東局呼籲民眾採取防暑措施 又說東日本的酷熱天氣可能持續到下星期四 另外減約為距離熱帶風暴的卡魯 再度趨集日本沖繩本島和鹿兒島縣燕尾地區 沖繩那霸機場在星期六取消近360班國內和國際航班 近6萬名乘客受影響 到了星期日 那霸和九米島再取消351班機 本港天文台預料卡魯爾時速大約10公里向東移動 橫過琉球群島